天号三 高顺丰 高顺丰 大家晚上好 周热山会友 首先我要恭喜你 你今天晚上这篇稿写得非常的完整 写得非常的好 你把不要害羞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不要害羞 这样你才会学习东西 才会进步 第二个 我要恭喜你的是 你加入聚化宁华语奖年会只是八个月而已 但是你却勇敢地达出了第一步 你做了第一个作业 在这一中你谈到说你到了韩国旅游观光 还有你就是跟那边的服务员用简单的韩语沟通 这一点你就直接扣题了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害羞 虽然到了一个国家 你学到他的语言不会很多 但是你必须敢敢地去学习 这一点你做得很好 还有就是你告诉大家 尤其你在大学里面 你告诉大家 你学习的东西必须要学以致用 你真的有用到 虽然不是说很好 但是你现在是告诉他 你做得很好已经尽力而为了 在这里给你一点点的意见是 你的说法就好像有点背稿 还有在阴阳论错方面 还做得不够好 如果你可以在这一方面的作为修 作为进步的修改的话 你将会是很好的一个演员 总的来说 你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你很诚恳 你很诚恳地告诉大家 我不要害羞了 而且你也做到了 假以时日 你继续地努力 你将会成为 丁炳非常成功 和很有说服性的出色的演讲演 谢谢